马祖道医 四川成都人 俗信吗 在佛家僧侣中 以俗信为称呼的 可能只有马祖一人了 怀让悟到后 未能曾告诉他说 印度第二十七祖 沃尔多罗 曾预言 你的门下将产生一头壮马 他将会踏破这个世界 马祖十二岁便出家当和尚 后来到南岳 带怀让悟失 请问你学坐禅 是为了什么 要成佛 于是怀让便拿一片瓦 在马祖面前磨 师父 你磨瓦做什么 磨瓦做镜子 磨瓦 怎能做镜子呢 磨瓦不能做镜子 那么坐禅又岂能成佛 那要怎样才能成佛呢 这道理如同牛拉车一样 如果车子不动了 你是打车子呢 还是打车子呢 你是学坐禅 还是学坐佛 如果学坐禅 禅并不在于坐卧 如果是学坐佛 佛并没有一定的状态 你如果执着于坐相 便永远不见大道 是 从此 马祖才真正悟到 便跟随怀让整整十年 马祖离别怀让后 便到江西去做方丈 在怀让的六位入室弟子当中 唯有他得到了新传 成佛就是大彻大悟 而想通生命的真相 实相 并不需要拘泥于任何形式